基隆河靠近江北桥的边坡 这几年来掏空情况一直没有停止 最近一次灌江才过了几个月 路面还是又出现均堤塌陷 而底下污水下水道的管线也漏水 终于就要来施工 3号下午 越岸周亚林服务处再度的要求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要求污水管修补之外 如果过程中发现里头摊方也要请市府水利局 接着施作彻底解决 这是今年7月左右的情况 因为去年修补后的路面还是持续的均堤塌陷 结果挖开看不得了 底下一米半的深度全都是空的 范围还宽达三米 所以说紧急灌了八车的混泥土 并且往深层处来灌水泥浆填补空隙 这里是基隆河靠近汐止江北桥边坡 虽然分别在去年好今年中都紧急灌江补洞 但是才又过了几个月 现在路面上又出现了长长的裂缝 好塌陷状况 而终于现在要进场修复底下污水下水道破管的部分 3号下午包括了市议员抓铃服务处 里长新北市水利局台北市卫工处等相关单位人员 就到了现场会刊 以前下水道在做处理的时候有不小心 把它扎破一个那个那个孔 那这次就是说特别跨两县市新北市政府水利局委托台北市 为工客来来这边做处理啦希望这个早景把他这个点找出来之后能够再防止他 污水管的工程那我的意见我刚刚也跟在水利局沟通希望说我们北公处这个污水管的工程做好了以后如果我们基隆河的附岸有受损或塌陷我们要马上要下去做 一直灌浆也不是办法因为底下一二十米深埋的污水管破裂还是没补水一直漏一直掏空底下的吐湿 在持续的争取下最近终于要动工了会刊中也要求如果在过程中发现边坡有掏空摊房市府水利局也要接着施工改善 我们水利局委托未公处的污水下污水管的破裂的工程先做 做完以后如果发现到我们的基隆河的附岸有塌陷我们水利局马上接着要施工 这次的污水下水道管线破裂的修补工程工程费七百多万元预计一百八十天完成彻底解决边坡逃空问题 这层汇林细致采访吧